哈利路亚 那里有山海有水 让我能够在阿爸父的爱里和水一家 哈利路亚 这是美丽的家难地 是阿爸给我的好地方 在这天辽阔的土地上 处处都有主耶稣的荣光 哈利路亚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非常感恩 我真的很感恩 今天我们要透过直播的方式 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话语 我觉得在过往的日子 神放在我的里面 一直来引导我 提醒我 感动我 也对我说话 所以我觉得到了一个时刻 把这些感动 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相信这是神要给我们整个教会 给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下的话语 其实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谈到的内容 是要从好好睡觉开始说起 Amen 在一个多月以前 因为教会和家庭面对的一些挑战 我的睡眠品质出了严重的状况 其实我刚开始不是非常留意 只是觉得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有点累 然后思想不能集中 后来在一个晚上 当我在洗脸的时候 因为在这之前 我已经被神提醒 要来承受 那个晚上 当我在洗脸的时候 我的心中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话语 浮现在我的里面 他说 孩子你知道吗 你的呼召 和你的睡眠 息息相关 弟兄姐妹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一点 在我原来的认知中 我的呼召 跟什么有关 跟祷告有关 对不对 在我们以前很多的观念里面 多祷告都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 不祷告没能力 我的呼召 跟祷告有关 我的呼召 跟圣灵充满有关 我的呼召 跟我谦卑 顺服 跟随神的旨意有关 我的呼召 跟我认识神的话语 像保罗说 要把基督的话语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跟这些事情有关 跟属灵的事情有关 怎么跟俺睡觉的事情有关呢 我真的很感恩 我知道其实是神 要来提升 我内在生命的境界 神就给我两处 非常熟悉的经文 第一处就是诗篇 四十六篇第十节 圣经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在休息的原文 它的含义是 放松 减弱 和松懈 非常奇妙的 弟兄姐妹 神说 我是神 全地都要来遵从我 而你要跟我同行 你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你得休息好 休息好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您得放松一点 relax一点 Hallelujah 您得松懈一点 怎么可以松懈 我们每天要整个待旦 我们要把兵器 都放在枕头底下 随时起来迎战的呀 可是神需要对我们说 你渴望看见 全地都尊 耶和华为圣吗 我们渴望 神说 那你就休息吧 当你休息好的时候 你会跟我同工 更加亲密的 和我同行 弟兄姐妹 谈到休息的时候 其实神是要来提醒我们说 你要认准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知子 你不是喂养者 你不是供应者 你不是拯救者 虽然你穿上超人的衣服 也锻炼了几块肌肉 可是神说 你永远是知子 Hallelujah 知子的责任 就是休息 我真的很感恩 神提醒我 要为自己的睡眠 而好好的领受 他也教导我 睡眠跟一个人的呼召 是紧密相连的 其实当你的睡眠品质 被偷窃的时候 你将无法健康和专注的回应 神每日的带领 因此 仇敌可以借由攻击你的睡眠 来阻碍你对神的跟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魔鬼要来攻击你 当魔鬼要来带你 要来搅扰你 离开你的呼召的时候 离开你对神的专注的时候 他用很多种手段 其中一个 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因为当你睡不好觉 你可能精神状况出问题 当你睡不好觉 你可能白天体力不支 当你睡不好觉 你在做很多跟随神 服侍神的事上 也力不充心 而神也给我第二处的经文 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七天 圣经说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事往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弟兄姐妹 圣经在这里面谈到说 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你我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 Amen 神说 一个人有一种思维 叫做被爱的思维 Hallelujah 我是耶和华所爱的 这就是约翰 他躺卧在耶稣的怀里面 Hallelujah 神所爱的人 在原文里面怎么说 神所爱的人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有赏赐呢 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相信我是天不所爱的 亚当睡了一觉 醒过来 下话就来了 弟兄姐妹 好事情 在你睡觉的时候 正在不断地发生 如果我们信得正确 我们说得正确 Amen 我们也听得正确 神会帮助你活得正确 而信得正确 说得正确 听得正确 都是把我们倒向 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完工 既然十字架已经完工了 咱们就该睡吧 Hallelujah 这个安息和睡眠的关系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我要先跟弟兄姐妹 谈第一个方面 叫做越有挑战时 你越要在天父的爱里 好好睡觉 我想今天 当我们面对很多大环境的艰难的时候 弟兄姐妹 神不是要叫我们随波逐流 不是要叫我们用世界的方式 马上为自己抓取多少 你要知道你跟世界不一样的 在圣经里面谈到 神向我们写明的恩宠的时候 保罗用的一个词叫做极丰盛的 当保罗谈到神的恩典 顾我用的时候 那个顾我用 它是指充足有余的 Hallelujah 这是为什么以利沙 他要为他的仆人祷告 为那个少年人祷告 说主啊 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 让他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 所以保罗说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那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而保罗也谈到说 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 因为眼见是危难 眼见是困境 眼见是缺乏 牧师啊 我的问题都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叫我睡觉 可是不然怎样 如果你睡不好 你在所有的问题里面 有多了一个问题 叫睡眠的问题 而睡眠的问题 可能会连带导致更多的问题 神今天要把我们 带入他完美的安息里 而他要让我们 在一个方面 先经历他荣耀的修复 就是我们都拥有一个 非常甜美的睡眠 我想今天晚上 神要祝福你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中间 有任何一位在过往的日子 你的睡眠状况不太好 你的睡眠品质不高的 今天晚上 哈利路亚圣灵的大能 就要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了 一旦我们的心思意念 一直看向耶稣 Amen 他的话语像瀑布一样 洗去我们生命中 一切的灰尘 你会发现 你的睡眠被恢复 而你生命中 其他很多的方面 也都会一一的经历恢复 当论到安息的时候 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 圣经说我们既蒙留下 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 似乎是赶不上了 圣经中出现一个词 叫不要惧怕 出现了多少次呢 三百六十五次 仿佛上帝在告诉我们 每一天都要说一遍 不要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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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施恩的时候 不会离开你 我必不铁下你 也不丢弃你 哈利路亚 三百六十五次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可是这是圣经里 唯一一次提到 你要惧怕 圣经竟然叫我们要惧怕 那么惧怕什么事呢 神说你要惧怕的 就是你没有进入安息 你要惧怕的一点 就是你的睡眠状况 出问题了 你要开始惧怕了 这个惧怕不是叫你好像 无头上瘾怎么办 怎么办 而是让你回到基督里 哈利路亚 不要忙于建造 外面的高楼大厦 你知道 当我们物质 越来越繁荣的时候 我们这个社会相应的 也出现了 很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症状 我想我们中间 生得比较早的弟兄姐妹 你大概很难想象 在二十年前 或者说三十年前就更少了 你听到那么多的人 有忧郁症 有强迫症 有自杀的倾向 或者说有失眠症 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这些的症状 对我们来说 可能都是很遥远的 到底什么叫做成功呢 我们也许觉得 今天这个社会 越来越进步了 从某一个方面来说 是 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其实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在退步 我们的睡眠的品质 严重地被抢夺了 这也导致今天 很多人的身体状况 免疫力一直下降 神要恢复你 因为祂要 祝福你的生命 祂要祝福你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安息和睡觉的关系是什么呢 安息不等于睡觉 但好的睡眠 是安息的流露 在你原有的产业中 包含了 包品质的睡眠 为什么 我要把帐篷拿上来 因为我要帮助弟兄姐妹 建立一个更加清晰的观念 有画面感 当你看到帐篷的时候 你更容易想到 要睡觉 不过安息 不等于睡觉 但是一个安息的生命 它在睡眠上 一定是有很好的品质的 好的睡眠 是安息的流露 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循环 神要让我们清幸福音 然后活在安息中 而安息的流露 就是好的睡眠 当我们有好的睡眠 有高品质的睡眠 我们的状态就会更好 然后我们就会更好的听信福音 然后我们更好的进入安息 更好的好好睡觉 更好的听信福音 更好的安息 更好的好好睡觉 更好的听信福音 安息 好好睡觉 神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正确的循环 神就要从你睡眠这个方面开始入手了 还要在你的身上大行拯救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 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在他创造各样的万物 圣经所记载之后 都要加一句 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五节 神称光为咒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创世纪一章八节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二日 创世纪一章十三节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三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我还可以看见 有很多的经文都谈到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全部都是有晚上有早晨 非常奇妙的 这是神的秩序 当上帝论到一天的时候 上帝竟然说 是先有晚上再有早晨 你知道吗 这个观念跟我们今天的观念 天差地别 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一日之际在于成 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一日之际最重要的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晚上开始的 这是今天 全世界唯独 这个民族是最特别的 他们的总人口 相对于全世界的总人口的 占比是非常的小 但他们却是拿到全世界 最多的诺贝尔奖项的民族 这个民族一次一次遭遇 极多极大的威胁 但是在1948年的时候 以色列复国 犹太民族是遵循圣经神 这个次序的一个民族 他们的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太阳下山的时候 新的一天开始了 所以你发现犹太人 通常在安息日的时候 安息日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周五 礼拜五的时候 他们通常很早就会下班 然后当太阳下山 他们就要开始安息日 因为一天是从太阳下山之后开始的 所以礼拜五晚上 太阳一下山 他们就进入了礼拜六了 哈利路亚 他们在这个次序里面 表明什么样的神的心意呢 就是一天的开始 是以睡觉开始的 一天的开始是以安息开始的 一天的开始是以休息开始的 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新的一天 当犹太人醒过来的时候 他说大半间已经过去了 你看到这个差别吗 这个差别在于哪里 如果你先休息再去做工 和你一直在做工 劳苦重担啊 然后累啪了回到家说 算了我不得不睡了 那个效率 那个品质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你是先从安息中发出的功 还是先做工 劳苦重担了 然后不得不去休息 神要扭转我们的思维 在任何一个挑战中 先去睡好 哈利路亚 我现在在学习 教导我的孩子 在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以前 我常常都会鼓励他们 先睡觉 哈利路亚 美国睡眠研究学会 还有一个研究表明 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以前 人类的平均睡眠时间将近十个小时 但是当电灯泡被发明之后 周一到周五的睡眠时间就很快地下降 下降到少于七小时 而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超过45%的成年人 对自己的睡眠品质是不够满意的 他们估计啊 睡眠品质不断降低 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4000亿美元 原因包括矿工啊 工作效率下降啊 以及因睡眠问题而导致的意外事故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 神要恢复我们的睡眠 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 神定的这个次序 先有晚上再有早晨 让我们在思维中有这样的更新 明白过来 我们在任何一个挑战中 先有安息 然后你就会尽力得胜 哈利路亚 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先回到主面前 有时候你需要先好好睡一觉 然后当你去面对的时候 你会更加游刃有余 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安息日 他们通常会做三件事情 他们很早就会下班 在礼拜五的时候 然后他们会全家聚在一起 他们会做三件事 第一 他们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第二 他们家人之间 会紧密的连结 第三件事情很重要的 也是戳鼠灵的哈利路亚 叫做好好睡一觉 你知道当犹太人 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 一家人 他们会吃非常丰盛的晚餐 在开始的时候 这个一家之主 通常是这个家庭的父亲 他会给孩子和妻子 来祝福祷告 祝福他们的孩子 更加认识神 上帝的慈爱 怀绕着他 他们也会祝福彼此 然后家人之间 有非常亲密的连结 当他们都吃完 有一些传统的 虔诚的犹太人的家庭 他们还会去礼拜的 有一些的家庭 他们就花时间在家庭中 彼此紧密的谈气 彼此的连结 然后他们好好睡一觉 这是他们每个礼拜 第一天要做的 最重要的三件事 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 在你的生命中 最重要的优先次序 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先连接与神 而神也希望我们能明白 当我们安息的时候 那也是属灵的 就是借着睡觉 来经历上帝的恢复 来领受神的红恩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见 很多圣经里面 超自然的事情 上帝大行拯救的事 都是在人睡觉的时候 发生的 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二节 圣经谈到说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我们都知道 人是上帝在第六天创造的 而上帝创造完人以后 圣经说他就安息了 也就是人被创造之后 迎来的第一天 就是上帝安息的日子 神的心意是什么 当人一被创造的时候 他要过的第一天 就是属神的安息日 人是从安息中开始生命的旅程的 而我们来看第三节 神说他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 神圣这个词 神定第七日为圣日 那个圣的原文就是神圣 我们都知道圣经有一个解释的法则 叫首次提及法则 当圣经第一次提到一个词的时候 这个词所要表达的含义 是可以贯穿应用于整本圣经的 当圣经第一次提到神圣的时候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前后文我们就知道 是用在安息日的 神的心意是 安息是神圣的 神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被分别的 当我们安息的时候 神说你正在活出一个被分别的生命 彼得说 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基石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被分别的 是要叫我们宣扬 叫我们出黑暗 录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说怎样来区分一个在黑暗中的人 一个在光明中的人 一个最大的记号 一个神圣的记号 一个被分别的记号 就是在黑暗中的人 他们都是用脚浇灌的 要靠自己劳力的 而你呢 是口天吃饭的 哈利路亚 这是一个分别的记号 当你安息的时候 主耶稣就得到最大的荣耀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 一个有好品质的睡眠的基督徒 也在荣耀耶稣 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在追求成功 可是这样的成功 常常包含着什么呢 包含着眼睛充满红色的血湿 包含腰酸背痛腿周筋 筋疲力尽 虽然在人眼中有一些成功的事情 可是整个生命的状态是极度不安息的 那不是真正的见证 也不是真正的荣光 神希望我们能够活出的生命的见证 怎样能够看出你是被分别的 你是区别于在黑暗中的人 因为你是圣洁的国度 是要宣扬到 早你已经出了黑暗 已经入了奇妙的光明 神说安息是神圣的 哇 哈雷路亚 为这个缘故 弟兄姐妹 听好 当你在挑战中的时候 无论别人告诉你贸易战有多么艰难 有多么大的危机也好 你知道吗 当你有好的睡眠的时候 你正在做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容许我再强调一句 好的睡眠是一件神圣的事 哈雷路亚 我这个话的意思不是告诉你 睡懒觉的时候别人推你一把 不要叫我我在做神圣的事 我不是说 如果你睡懒觉睡12个小时 15个小时 当然特殊情况你真的可以休息这么长 可是如果你常常睡懒觉 因为昨天晚上韩剧看太多了 结果别人叫你的时候 你就跟别人急说 我在搞神圣的事情 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真的在亲密的跟主的连结中 有好的睡眠 哈雷路亚 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 圣经说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 可是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 第六日和前面的五日 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有晚上有早晨 但是你留意 很特别 到第七日的时候 圣经说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你有没有发现 跟第六天有一个差别是什么 圣经在提到安息日那一天 没有谈到晚上和早晨 神要进入安息的时候 不再分晚上和早晨 神的心意是什么 安息是永远远的 哇 在前列六天的时候 还是有晚上有早晨 有晚上有早晨的意思就是 还在时间的范围之内 可是到第七日 安息的时候 再也没有时间的限制了 Forever 直到永远 一直安息下去 永远安息 我们知道爱是永不止息 而在神的心里也是如此的 安息是永不止息的 不在时间范围之内了 所以其实安息不是摩西律法颁布以后 才出现给神的百姓的 安息是在上帝创造的律里的 今天神救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就是来想安息的 连迦南美的 这是美丽的迦南美的 是阿爸福给我的好地方 迦南美的都被称为 神说这是我的安息之地 这是我的安息 他们没有进入我的安息 所以神看重安息 因为当你在安息中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 神永远活在安息里 这是为什么当耶稣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连接于天父 依靠圣灵 而活出的生命的状态 就是一直安息 一直安息的 非常特别的是 如果我们留意圣经 我们发现 耶稣常常在安息日行神迹 而他在安息日 四福音记载的 行了多少个神迹呢 一共七次 我相信这是圣灵刻意的设计 还要让我们明白 因为七代表完美 也代表安息 耶稣常常在安息日行神迹 这也是法利塞人最愤怒的一点 因为他们居于你行事 他们严格地遵行宗教的规条 他们的里面 却跟上帝十万八千里 而耶稣基督说 我来是要叫黑暗中的人 进入光明 我来是要受压制的人 得自由的 我来是要给那些被律法的挟制 已经压得透不过气的人 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 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什么 真正的安息是 仰望基督 连结基督 经历基督 那就是安息的精髓啊 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安息日 他行的哪些神迹呢 包含很多方面 耶稣在安息日赶出污轨 耶稣医治了彼得的悦目 耶稣在毕师大池旁 医治了一个摊子 耶稣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 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耶稣是一个驼背十八年的妇女 完全地从压制中得自由 而耶稣也在安息日 医治了一个换水骨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 进入祂的安息 哈利路亚 神也让我们在好好睡觉的时候 享受祂的安息 我讲到这些圣经的话语 都是指向一件事情 神要恢复你跟祂的连结 而其中有一个恢复 就是你的睡眠 弟兄姐妹 当我们睡眠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人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因为你看到圣经 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里面 谈到说 神所爱的人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有赏识 一旦你意识到我是神所爱的 我是神所爱的 我是神所爱的 我睡觉的时候 主啊 我感谢祢 上次会来的 哈利路亚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的 当我睡觉的时候 我都要有一个被爱的思维 为什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神能够有大能的运行呢 坦白说 很多的弟兄姐妹 其实神巴不得你早点睡 神巴不得你要多睡 因为你不是一直在祷告 主啊 向我显明更大的恩惠吧 主啊 扩张我的境界吧 可是你不睡 神咋好了 只有你睡了 神才有余地搞呀 为什么 因为你睡的时候 哎呀 你终于歇下自己的 自义的手了 你睡的时候 啥呀 干不了了 你知道你最可爱的是 什么时候吗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睡觉这件事情 把全人类都给统一了 无论你是达官显耀 还是凡夫熟治 无论你是多么有能力 有影响力的 或者像阿曼这种小人物 在睡觉的时候呢 阿曼都统一了 你和我都要睡觉 每天都要睡觉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一个人 无论平时看起来 多么分度翩翩 多么英俊潇洒 在睡觉的时候 都是打扰 做好 那么那个姿势 多难看的 你有没有看过 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还是寒情暮暮的 有没有看过 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还倾国倾城的 没有的 睡觉的时候 把全人类都给统一了 睡觉的时候 连挖鼻孔 打呼噜 什么东西都出来的 哈利路亚 为什么神在我们夜间的时候 他要大行拯救呢 他更容易运行呢 因为睡觉的时候 您的家里没有人拦住他 那么你家里面 最虔诚的那个人呢 可能是拦住上帝 最严重的那个 主啊 你快一点吧 主啊 多祷告 多有能力 主啊 我咬动你的手 你累不累啊 你安息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所以神说啊 您啊 赶快睡 啊 您睡了 您家就有救了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想要教会复兴 我先睡了 哈利路亚 今天晚上有直播的 哇 神的心意是什么 您睡的时候 没有干扰啊 您睡的时候 上帝也要恢复你啊 因为他爱你 哈利路亚 你的忧虑啊 将限制神对你的供应 你安息的时候 神大能的作为 更容易地运行 我们刚才谈到 其实在圣经 很多的记载中 我们都可以看见 很多上帝超自然的 荣耀奇妙的作为 都是在夜间 在能睡觉的时候 上帝就行奇妙的事 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圣经的例子 就是使徒行传 第十二章 我们知道当时西律 他做了很多的坏事 他抓获一些的使徒 其中他杀了 约翰的哥哥雅各 而他也见很多 律法主义之下的犹太人 喜欢这事 就去捉拿彼得 所以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 十二章的第六节 当西律 要将他提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然后锁着之后 干啥呢 彼得就睡在 两个冰丁当中 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 有主的一个使者 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 拍醒了他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 垮落下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啊 当时彼得 他被关在哪里呢 被关在监牢里 那么看得严不严呢 也不是很严 就是手上脚上 全都铁链 然后两边 还有一个人陪他睡 你知道吗 西律大概很放心 但是最苦的是谁呢 就是要陪彼得 一起挂在监牢里的 两个士兵 那两个士兵说 莫这是犯了啥错误啊 莫要跟这个 要被杀的 这个要判死刑的彼得 一起 在他死以前 莫还要陪他 一起在监牢里睡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你告诉我 在这种光景中 那还能睡得着吗 第一 你知道你要被杀了 第二 你一个人说 我想静静还好 对不对 我想要静一静 结果没想到 两个人睡在你旁边 这两个士兵呢 我猜肯定要撞嘛 有力嘛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体型比较壮的人 打起呼噜来 那个叫地动散摇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经历过 这样的苦难 我曾经跟一个弟兄 睡在一个房间里 那个弟兄的体型 也不是很大 就是我乘以二 他晚上打呼噜的时候 主耶稣 我愿你来 我多么希望 主耶稣啊 我今天就是完全得数 被提的日子吧 那个呼噜 我也戴上耳机了 可是那个声音 把耳机都换 要挣坏了 我太心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监牢里面 要关彼得的 要看住彼得的 对不对 不能找家间这种人吗 到底是会关谁吗 然后呢 两个士兵 看住了 那两个士兵 我一打呼噜 彼得咋碎啊 可是弟兄姐妹啊 圣经咋说呢 圣经说 彼得睡得比谁都瞎 哈利路亚 我也不知道 彼得是咋想的 彼得大概这样想 哎呀 反正在地上的日子 大概也不多了 要见主了 那倒也挺好 在世上有苦难 回到主那里 永远也有平安 所以彼得大概在想呢 反正快要见主的面了 那么反正我醒着呢 也于事无补 那上帝也是不打顿 也不睡觉 我是又爱打顿 又爱睡觉的 你不知道吗 我的小名叫 油推骨的弟弟 什么时候睡觉呢 阿玛 甚至连常常听到的时候 都想要睡觉 所以彼得大概在想说 您是不打顿 不睡觉 我是爱打顿 又爱睡觉的 所以既然咱们两个 醒真的 有一个是多余的 可是您又不睡 那只能我睡 彼得就睡得很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因为彼得睡得 太好了 阿玛 上帝说 我现在运行的空间很大 我现在要大行拯救 我相信圣经 这些细微的描述 都不是偶然的 在西律要将他提出来的 前一页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上帝真的要救的话 按照上帝荣耀 超自然的大能 难道他不能在白天救吗 你说白天别人会看见 上帝让一个人 暂时看不见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当亚兰军队 来围困伊丽莎的时候 伊丽莎就祷告 让上帝使这些亚兰军队 他们都看不见方向 都走错方向 上帝如果让一个人 暂时看不见 简直一如反掌 上帝在白天 是可以救彼得出来的 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救呢 因为我相信 在这里面都隐藏着 一个属灵的精髓 神说当你睡觉的时候 我运行 哈利路亚 你正在面对生命中 任何一个挑战吗 弟兄姐妹 我不好不好 先来为自己祷告 主啊 让我在你的里面 安然入睡吧 也许我第二天醒过来 我发现环境还没有变化 不 有一些事情正在改变 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哈利路亚 你的身体在被恢复 你跟主的关系在被恢复 当你恢复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里面的风浪被平静 外面的风浪就可以被平静的 神要先搞定您啊 神要先拿下您啊 从好的睡眠开始 所以你看到圣经在这里记载 上帝在夜间的时候 施行拯救 我们来看圣经第二个例子 也是在夜间 列王记下第十九章 在圣经当时的背景中讲到 亚述王来围困 犹大王西西架 所以西西架就寻求神 但是亚述王打发死者 去见西西架 就告诉西西架 威吓他说 哎呀 你们啊 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 欺哄你说 耶路撒冷 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 像列国所行的 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仇敌的威吓 他在这里面告诉西西架 说西西架 不要对上帝心存指望了 你的上帝真的能救你啊 他真的能救你吗 你不知道我们亚述王 是干什么的 我们所到之处 他用了一个词叫 进行毁灭啊 我们走到哪里 哪里就被我们毁灭 就被我们的铁蹄塌下 就被我们拿下 所以他就告诉西西架 说不要寻求神了 没指望的 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 如果今天你去看大英博物馆 在博物馆里面 有一些的浮雕 你看见当时 这个亚述王对犹太人的 非常残忍的屠杀和逼迫 这个浮雕在斗馆里面 是讲到亚述王是怎样残忍的杀害犹太人 在这里面你看到其中有两个人是躺着的 然后在这个人的左边 有一个人在拨他的脚 什么东西啊 把他脚上的皮拨下来 非常残忍的 然后犹太人脚上的皮拨下来之后 用武器把他们的骨头和肉都砸碎 亚述王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他就为何西西家 说西西家 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我已经把你搞定了 你不要寻求神了 没用的 赶快投降吧 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 我们都知道西西家来寻求神 被忘记下第十九章第十九节 西西家跟神祷告说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是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当西西家跟神祷告之后 同一章在下面 三十五节 哈利路亚 当夜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 一看都是死尸了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 当西西家寻求神的时候 圣经说当夜 还是之前那个问题 难道上帝在白天不能够实行拯救吗 能 凡事都能 可是圣经 也不只是这一处而已 还有很多处都记载 神在夜间的时候 分开红海 哈利路亚 在夜间有大东风 把红海分开了 神在夜间的时候 所罗门跟神对话 他跟神要智慧 在夜间 在约安福音里面提到 也是出现了很多次的夜间 尼哥迪姆在夜间来找耶稣 而犹大呢 也是在夜间卖了耶稣 我们在夜间 可以看见有很多故事 上帝在夜间施行拯救 魔鬼呢 常常也在夜间 进行偷窃和毁坏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一旦安息 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 得胜有余的生命 真实地从我们的生命中 活出来的 哈利路亚 上帝在夜间 灭了亚述王 十八万五千个死变 第二天当他们起来的时候 他们看见 漫山遍野的尸体 而实施家和他的士兵 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在夜间做什么 夜间 一个含义就是 这是睡觉的时候 神的心意是 你安息 我正在 你安息 我正在 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当今天整个大环境 面对艰难的时候 也许你所在的行业 你的公司 你的工作 又受影响 有人是直接受影响 有人是间接地受影响 但是无论 现在你听到 多么可怕的 大军围困的声音 你知道吗 我们面对的一些危机 就像有一个军队在围困你 好像要断你的粮草 可是你知道 弟兄姐妹 上帝能为你翻转吗 就像那个亚述王 他发出一个威吓说 你不要指望神了 神能救你吗 我走过死因的游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神与我同在 当我出来的时候 我会看到言行 而我在死因的游谷中 我与其怨天游人 与其还在用自己的方法 用脚在浇灌 倒不如仰望他吧 哈利路亚 而其中有一件 我们可以做的事 就是好好睡觉吧 当我们在安息中 来经历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好事情 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都发生了 神要恢复你的睡眠 神要从你的睡眠中 施行拯救 然后借着恢复你的睡眠 也一一地恢复 你生命中很多的方面 我要跟听众姐妹 分享第二个方面 就是当你安息的时候 你将经历更大的收成 哈利路亚 历未记二十五章二到三节 上帝当时 借着摩西颁布一个律法 给以色列百姓说 你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 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餐 神告诉以色列百姓 你们去了那个地啊 其中一个条例 就是地六年耕种 到第七年的时候 人要安息 对不对 那么地也要安息 第二十五章第四节 第七年 地要守圣安息 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那么问题就来了 人们可能会质疑说 如果一整年 地都捕种 那我吃什么 神早就知道 人这种步虑 所以同样一章 在二十节 神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若说 这第七年 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土产 吃什么呢 神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 说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 赐给你们 地变身三年的土产 哇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上帝考虑得无比的周到 祂知道你担心什么 祂知道你恐惧什么 祂知道你里面可能有这种恐惧 在我们中间有些的 我感觉到神呼召我 如果我来服侍神 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来服侍 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来领受 花更多的时间来装备 那我的生活怎么办 亲口弟兄姐妹 神比您的小脑袋瓜 考虑得更周到何止 一万亿倍 神引导你到哪里 祂早已经在那里 有充足的预备了 重点不是环境怎样 重点你是看谁 我们中间有人有这种恐惧 哎呀 如果我花时间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本来可以用这个时间去赚钱的 那我花时间无论来教会聚会 我还要参加小组团戏 甚至有些时候跟同工彼此的团戏 我花很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或者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本来是可以拿这些时间去发财的 神知道 祂体谅我们的小性 你那也不是不信 性是有的 就是比较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有时候看不见信心到底在哪里 可是又不能说没有 你有了解吗 神说你不要多虑 哈利路亚 祂说我知道你里面有这种恐惧 我知道你回应我的呼召 我知道如果你跟随我的带领 很多的环境会让你动摇 所以祂说 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你跟着我吧 神要邀请我们 跟着我吧 神说第六年的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宠 这一年 你会有三倍的收成 也许我们有这种困惑 你说得到轻松 现在说三倍 万一那一年天气不好呢 万一那一年有台风呢 万一那一年有地震呢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是谁在供养你 到底是谁在扶持你 到底是谁在捏住你 到底是谁在坚固你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晚上要睡觉 是因为白天的时候 神根本没有机会对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的心里有太多的劳苦重担 有太多自己的愁传 我想起约尔欧斯丁的爸爸 约翰欧斯丁 他是胡牧教会的创办人 他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 想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他说有一天晚上 当他睡觉的时候 神就透过异梦来对他说话 在那个异梦里 他看见神 交给他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所以他就伸出了手 把十字架接过来 可是非常奇怪 他觉得这个十字架太沉重了 沉重到他根本拿不起来 然后紧接着很奇妙的 他就发现 不是他拿十字架 而是十字架把他举起来 十字架把他抬起来 神就对他说 孩子 不是你来服侍我 是我来服侍你 不是你来背十字架 而是我十字架的顽工 托住了你 当你真的知道 神呼召你 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呼召 我们的心就何等感恩的说 是的主 我不要再用我这么有心的小脑袋挂 太多的筹算 太多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筹算自己的未来 因为我知道 不是我抗月贵 是月贵抗我 哈利路亚 不是我服侍主 耶稣说乃是我先服侍你 所以耶稣给门头们洗脚 耶稣说我来了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只有当你被他的爱 一直服侍一直服侍 你才能自然而然地满出来去服侍 神知道人的小心 他说你安息下来 一旦你安息下来 你看到了吗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第七年 他们不中 他们都会安息 因为地安息 神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神只是关心地吗 神关心你啊 因为地安息的时候 人啊也不得不安息了 对不对 神知道 人很容易活在律法的思维中 神知道人很容易用脚浇灌 所以神说 我干脆直接要求你们守这个安息 你要知道 当时他们都在律法之下 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 神不是用这种强硬的规条 来套在我们身上 神乃是借着他的灵 圣灵引导我们 行在他的旨意中 而且是超越律法的 哈利路亚 律法只是告诉你说 不要做坏事 但律法从来没告诉你说 应该要怎么样去爱 而圣灵把基督的爱 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来 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了我们 所以在恩典之下 可以活出一个超越律法的生命 因为当我们的生命 真的与基督紧密的连接 每一天体贴它 跟随它 连接于它 仰望它 知取于它 你会活出它的 这是一个旅程 也不要着急 一步一步地跟着它走 哈利路亚 所以神说 在第六年的时候 三倍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二十二节 到第八年 你们要耕种 也要吃成粮 等到第九年 出产收来的时候 你们还吃成粮 哇 弟兄姐妹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第六年 有三倍 所以意味着 第七年 不种不收 有的吃 神都已经预备好了 第八年呢 还有成粮 第九年呢 那个时候 他们都已经在耕种了 有收获了 还有成粮 意味着 第八年 第九年 都是双倍 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 第六年 人们不信 第六年 跟踪完了 第七年 我们预备好 第七年 接着跟踪 他们自己劳力 心许还能有点收获 但是跟上帝 赏赐的恩惠 绝来不同的 那个品质 那个量 第八年的时候 他们也是靠 自己的劳力跟踪 也只是 重多少 收多少 这个比例而已 而不是双倍的 第九年也是这样 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安息的程度 有多深 你所领受的心圣 会有多大 哇 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神放在我里面 当下的话语 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季节 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当贸易战发生的时候 我知道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所在的行业 要么是直接 要么是间接 已经受了影响 所以你的里面 可能有这种恐惧 前面看起来有点迷茫 我接下来的路 要怎么走 好像看起来 只能靠着你自己的辛苦 努力地去扛 每一天 好像在打仗的状态 有一些弟兄姐妹 也许你暂时失去了工作 有一些弟兄姐妹 也许对你来说 还曾经的债务 简直是压在头顶上的大三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你甚至都不敢结婚 虽然你已经在谈恋爱 可是你想到结婚之后 要有很多的开销 所以你们的关系 可能一直在耗在那里 因为你担心你恐惧在财务上的问题 神不要让我们这样活 可是牧师 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 我们知道一切的更新 都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 跟认识基督 和祂的完工开始的 我要跟兄姐妹分享 注意听下面的话 当你在某一个艰难的季节的时候 如果你开始有一个思维 说我不再应成 我愿意接受 在某一个阶段 某一个时刻 我能够接受低谷 我能够接受难堪 我能够接受一些不好看的局面 如果我们的心思开始转向耶稣 以至于我们调整到一个方向 我能接受主 我不要应成 我不要应堂 有些事情发生 可能有点难看 我接受 你一旦开始自我放手 你松懈下来 这个松懈不是指懒斗 而是不要硬撑 不是逞强 神才有余地 才有空间 才有机会 一步一步地来引导你 因为当你整个状态 是紧奔在那里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对你说话 不是神沉默 而是神一直说 没有人听 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 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自己的计划 很多自己的目标 以至于我们更容易地 或许拿起手机 拿起工作表 拿起计划表 我们就马上按着我们的计划表 开始每一天的生活 所以当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可能需要 歇下来到一个地步 才能够真的听清楚 神对你说话 因为在你的里面 可能有一个门壁 有一个谎言说 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这是一个谎言来的 神一直说话 因为祂爱你 如果祂看见祂的孩子 在某一个方向上是错误的 祂怎么忍心看到祂的孩子 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呢 圣经说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之中竟然走向死亡 神绝对舍不得我们被压榨 被压制 被偷弃 所以祂总是用微小的声音 要感动我们 提醒我们 只是有时候我们听不见 有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听 也许你在某一个阶段 是走路低谷的 你知道吗 外邦人看着以色列人 看着这些神的百姓 可能在那里耻笑 这些笨蛋啊 这些傻瓜 第七年 这个地好好的在那里 不错 荒废了 他们不知道 以色列百姓暂时歇下来 是为了飞得更高 哈利路亚 是神要带领他们 是神要带领他们脱光养晦啊 神要带领他们 更深地预备自己 可以翱翔在蓝天之上 神的话语说 神要带领他的百姓 从安息的根基上 然后怎样 成家地的高处 地的高处 翱翔起来 弟兄姐妹 这是神的心 我要鼓励我们中间 有些弟兄姐妹 你跟主有一个领受 好不好 你跟主说 主啊 你帮助我 我愿意撕开自己的面子 我愿意 接受一些可能不好看的 我的心里的思维 先开始调整 然后一步一步 神会带领你的 以前你可能 在某一个状态上 你可能很羞耻 你可能抬不起头 可是现在 你知道保罗怎样说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用软弱 凌辱 急难 困苦逼迫 为可喜乐的 当环境有艰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先卸下来 聆听他的声音 你会看见弟兄姐妹 他要对你的提升 是超过你以往的三倍 因为这是你生命中 某一个黑暗的时刻 这是你生命中的低谷 这是你生命中 死因的有谷 可是你一旦开始接受 主啊 我不要再逞强 我不要在那个抵抗的状态 暂时缺乏 没问题 暂时不好看 没问题 甚至暂时受羞辱 No problem 可是主我感谢你 因为我一旦开始接受 现在 外面的环境很艰难 我开始享受耶稣 哈利路亚 有些弟兄姐妹 也许你以前的工作非常忙碌 现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反而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怎样 来亲近主了 来经历主了 来领受神的话语了 你知道吗 无论是在我自己的家庭里 还是看到我们的教会中 有好多弟兄姐妹 我看见在过去的这半年 有很大的成长 不是指外面 外面的环境还在 很多财务上的困境还在 可是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 当他们的外在的环境很艰难的时候 他们反而安息下来 说我接受 以前可能是抱怨 以前可能拿起圣餐 都是想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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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吗 我们都是为了某一个目标 主啊赶快赶快赶快 现在主啊我要你 哈利路亚 主耶稣帮助我更认识你 主耶稣帮助我更多的得着 关于你的启示 还是走生命的历程 走生命的道路 哇 这个叫做突破啊 弟兄姐妹最大的突破 一定是从里面开始的 是跟神的认识 跟神的连结开始 而神正在预备你 后击薄发的有一些 神正在预备你 也许外在的环境 人都可能会笑你 但是感谢主 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哈利路亚 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 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啊 当你走过这个阶段 我们不会一直在这个贫穷的状态 一直在这个贱人的状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无论这个世界多么黑暗 万国的财宝都要运来 你就是一个管道神 必须先祝福你 你才能祝福神的家 Amen 所谓的大环境越来越好 不是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光明 世界越来越黑暗 而是指你的环境 哈利路亚 你所经历的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产业 跟世界不一样 一定会越来越好 Amen的 无论这个世界都黑暗 你跟世界不一样 你会越来越好 因为神记得祝福你 来祝福神的家 Amen 如果我们沉淀下来 我如此说 弟兄姐妹 三倍的祝福 就会成就在你身上 真的 对我们中间 有些弟兄姐妹来说 可能是很快的 也许就到明年 对我们中间 有些弟兄姐妹 也许现在是你真的 写下来 你开始接受 你不再硬撑 你今天写下来 今天就开始 今天写下来 今天就开始 经历祂的恢复 Amen 从里面开始 感谢主 我知道 在今年上班年的时候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来短训班 当他们来短训班的时候 我里面在祷告中 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 我就跟短训班的 弟兄姐妹如此分享 我说 之所以你们经历来短训班 很多的人 是神要保护你 因为如果你不在短训班 你在职场 或者在家庭中 或者在其他一些城市 你可能会进入一些 很大的试探 很大的深渊 所以神提前给你一个预备 给你一个保护的 神不要让你 跟随世界的潮流 去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神不要让你的钱财被亏空 所以神要对你施行拯救 这是为什么 有一些的兄姐妹 当神感动你的时候 你需要来顺服她 你需要来跟随她 保罗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原文说 不要压制灵 哈利路亚 因为圣灵很多的时候 感动你 是要救你 Amen 我感谢主 这是神对我们当下的话语 听好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在硬撑的 所谓的接下来 也是跟着神对你的引导 不是什么都不做 看神怎么带领你 你的思维先开始更新调整 你说主啊 我可以接受 然后我来享受你 哈利路亚 我可以接受暂时的失去 我可以接受暂时的难堪 我来享受你 你把这个思维调整过来 神就开始更好地带领你了 哈利路亚 利未记得25章4到5节 圣经在这里谈到说 第七年 必要守圣安息 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遗落滞长的庄家 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这年 必要守圣安息 圣地在这里 一次一次地强调 必要守圣安息 必要守圣安息 你看到了吗 神一直把神圣和安息 团在一起 可是你发现在第五节 神强调这一句话 神说 一路自长的庄家 也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葡萄树 也不可摘取葡萄 如果你愿意 遵循神的这个法则 第七年的时候 你们让地安息 地安息的目的 我们刚才讲到 是让您安息 所以神知道 很多的人 很聪明的 他可能打个插边球 他说 今年 俺不种大麦 但俺种黄瓜 我果然跟往年都不同 我真的不种大麦了 我真的不种小麦了 有一些的人 我不特别的施肥 但是稍微修一修 剪一剪 拿点家用是可以的 我就想起保罗 他告诉一个 在教会全新服侍的 一些服侍者说 凡在军中当兵的 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拿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你可以想象吗 假设 一个将军 这个国家的将军 和另外一个国家 要发生战斗了 结果在部队 要上战场 从来被指挥的时候 对不起 我家里还开小麦布呢 我要先把小麦布的东西 先卖掉一点 我要处理点家务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这种状况吗 是不被允许的 对不对 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神的意思不是说 你服侍的人 就不能够做生意 千万不要误解 而是说如果神呼召 你是全心服侍的 您不要太精明 因为精明的人 可能会跌得更痛啊 弟兄姐妹 服侍有不同的程度的 有一些服侍同工 可能一边在职场 一边服侍 因为神给这样的肢体 有这样的恩典 但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是被神呼召起来 您啊就在神的家 好好的跟随神 好好的服侍教会 不要东想西想 神说我对很多的人 都有不同的引导 不要跟别人比 不要牧羊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羊 按照神的旨意 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哈利路亚 你看到罗马神提醒我们 说一个服侍的人 不要想着财 你要想着主 当你想着主的时候 都会供应你的 所以神啊 在这里面也给那些 很聪明的 有小精明的 在地上很会筹算的 神就给他们 有一个告示牌 上面写着说 第五节 一路自掌的庄家 也不可收割 哎呀 那个人很精明 那个庄家 他是从地里 自己长出来的 我也把他收割来吧 神说 别动 别劳苦 别占这个便宜 你就好好安息 因为我要给你的供应 是三倍的 难道你不够吗 你为什么不能够歇下来 为什么要拿这些 小毛小粒 来满足自己呢 因为神说 如果你仰望我 哈利路亚 Bundance of grace 哈利路亚 宏大的恩典 追着你的 就是很多时候 人的心不够正 人的心不够专注 所以才给魔鬼 很多的脚落 所以神也告诉我们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什么又说钱财 钱财本身是中性的 一把刀切水果 切蔬菜是好刀 一把刀拿来乱砍乱杀 这个刀就被滥用掉了 钱也是一样的 钱财是中性的 但是神说贪财 是万恶之根 所以今天神提醒我们说 不要有太多人的小聪明 如果今天你在职场工作 你在一个公司上班 神要叫我们服侍 我们之上的上司 服侍我们的老板 如果你在职场上 忠心地对待 那在你之上的 给你发工钱的 因为神提醒我们 记得保罗说 好像是在服侍神 而不是在服侍人 如果你用服侍人的心态 你每天都抱怨 你了解吗 神叫我们把眼光 放在他身上 那就是中性 人可能让你失望 可是如果你把眼光 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神会补还你的 神会为你征战的 保罗说 生冤在主 主必报应的 而今天神要看重你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神说不要太多的小聪明 打个擦片球了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假安息 那不是真安息 看起来每天听安息的道 看起来每天看安息的书 看起来也去一个传讲安息的教会 但是你知道吗 在形式上似乎是安息的 可是心里面一直是端着的 一直是紧紧抓着的 我要改造我的老公 我要改造我的孩子 我要把他头发给削一削 对不对 我要把他的这个样子 模样改一改 我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变成我想象中的样子 我要把我的妻子 把我的老公 要改造成和我心意的 你知道吗 就算你身在一个安息的教会 聆听安息的福音 可是很多的时候 人们是假安息 甚至一个人可以传讲安息 但他自己没有 真正地活在安息中 神经理要鼓励我们 哈利路亚 让你真的写下来 享受他 主耶稣 我要的就是你 我要的不是复兴 我要的不是突破 我要的不是某一个好的成果 我甚至不关注 所谓的补环和战利品 我不关注 主啊 在我这短暂的 有限的年日 我对你的认识太少了 所以我的心是不能够满足的 主啊 就算我有战利品 就算我有一切丰盛的供应 可是我的心不因着科技的发达 和这些冰冷的物质 能够来填满我 我的心必须要温暖的基督 来让我的心窝 感觉到窝心 只有耶稣能够填满你的 我们的心像一个黑洞 整个世界都装不满的 只有那一位道成肉身的 他救进我们 他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感受到 体会到 活化在我们眼前的基督 使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心就能够得下 真正的满足 真正的丰盛的自由了 弟兄姐妹 所以神提醒我们 不要打擦片球 不要看起来安息 却没安息 因为你可以骗人 但是你自己最终 还是一无所获啊 你真的心下来的时候 你反而会看见 神把突破掉过来 哈利路亚 调动万有来祝福你 所以我们看见 非常特别的以色列 他们的农业专家发现 那些有安息年的土壤 这些土壤的养分 比没有安息的土壤 会多出百分之六十 这是为什么 以色列他们在农业上 是一个奇迹的 因为以色列三分之二 沙漠化的国家 整个国土的面积 只是比杭州市 大一点点而已 但是他们竟然被称为 整个欧洲的后花园 他们每一年出口到欧洲的 蔬菜水果鲜花 其实不是什么黄金啊 大炮啊飞机啊 只是蔬菜水果鲜花 这些每一年要数十亿美金 要出口的这些产值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他们真正能够使用的 土地的面积很少 但他们的品质很高 他们的生产力很高 为什么 因为神的恩宠 真的在他们的身上呢 而到今天为止 以色列他们还有很多的土地 依然遵循安息年的规定的 就是耕种六年 第七年会卸下来的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些环境 很多的土地的肥沃程度 已经不像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同一块地 我们现在吃到的 这块地里长出来的西红柿 黄瓜或者是其他的水果 那个营养价值 已经远远没有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品质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土地越来越贫瘠 人们可能用很多的肥料 想要施肥 给它增加营养 但是跟上帝规则中的 让它休息一年 所产生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当地有休息的时候 其实人也一样 当人有休息的时候 它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恢复的状态就会更好 当地也休息的时候 也是一样 而神不只是关注地 神是关注那些耕地的人 神不要让我们耗尽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有时候的低潮 有时候的低估 是神不想要让你继续拼下去 因为你可能拼得成功 但是你迷失了自己 甚至你的健康都被破坏 你想拥有了成功 但你无法享受成功 神要让你异寿也年 在地上的时候 除了长寿 更加有健康 Amen 历代之下 三四九章十九节记载 迦勒底人焚烧神的殿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 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反脱离刀剑的 迦勒底王都辱到巴比伦去 你看见吗 神的殿都被毁坏 神家的荣光在哪里呢 尽都失去 其实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我们很容易想到 大概他们因为拜偶像 他们背逆了神 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是如此 可是你知道 其实神在这一段圣经里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 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被掳 被掳到巴比伦 在历代之下三十六章的二十一节 神说 这就应验耶和华 借耶利弥孔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 因为地土荒凉 便受安息 只满了七十年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他们犯罪了 他们得罪神 他们拜偶像 可是你知道神怎么解释吗 神说 因为这块土地要安息 神的百姓欠这块土地 七十年的安息 所以神许可他们被掳 因为当他们被掳了之后 这块地就要享安息了 所以耶利弥就提前预言说 他们会被掳七十年 神说他们被掳 这个地要享安息 哇 你知道为什么 以色列人 他们要还这个债务 因为不信 我一定要把地榨干 一个老板 如果他有这种想法 我要把员工榨干 我不是吓你 员工会报仇的 你了解吗 员工暂时可以被你欺压 但员工报不起来 是很可怕的 一个爸爸妈妈 也许你想 我要把我的孩子 培养成为一个天才 一个超级大脑 我要让他十八般五亿度精通 哇 一下子带他去踢足球 一下子带他去学围棋 今天要带他补英语 明天带他补奥数 你把孩子培养成 Superman Xman Spaderman 你知道什么叫Spaderman 蜘蛛侠 蜘蛛侠的英文叫Spaderman 小心啊 Spaderman会失败的 弟兄姐妹 Spaderman 失败啊 神今天提醒我们啊 如果你在哪一个人身上压榨 您得还在的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很多做丈夫的 你现在要求你的妻子 逼迫你的妻子 我不是说妻子会报复 但是啊 神不允许 你的妻子 被你随便压榨的 有一些做妻子呢 可能在压榨你的丈夫 神也不允许 因为都是他宝贵的儿女啊 所以弟兄姐妹 犹太人 当他们被掳之前 他们的思维是怎样 他们压榨大地 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压榨的不只是大地 他们也是彼此压榨和自我压榨 任何一个人过度地被开发 这个人可能开发废了 任何一块地过度地开发 那块地就慌了 所以我们看见 为什么神在这里面谈到说 整个神百姓所在的地土 他们都慌凉 土地为何变得慌凉呢 因为当神赐给他们产业的时候 一切都预备齐全了 他们只要向神领受就可以 但当他们开始用脚浇灌的时候 土地就变得荒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神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 你们领受 领受 领受哈利路亚 一条月单河 而波浪不太宽 风吹 大麦和小麦 向两岸 我家就在 佳南美地 这里有山又有水 还有 以马内里 哈利路亚 神是让他们来享受的 可是他们把用脚浇灌的模式 开始用起来 他们没有享受 他们向下 神是希望他们每一天 连接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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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可是以色列百姓 开始用人的眼光 看自己 用世界的思维 在处理很多的事 到最后 他们每天用脚浇灌 你可以想象 在迦南美地用脚浇灌 这个叫做拿着金饭碗 在药饭 在我结束的时候 容许我语代尊重地说 宝贵的弟兄姐妹 我要拿着金饭碗 再去要饭 你知道你里面 有多大的资源 多大的智慧 活水的江河 保罗说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 与我何干 保罗没有把他的安全感 放在任何一个 有名望 有能力 有背景的人身上 我们可以尊荣每一个人 尊荣那些有名望的 在我们之上 我们尊荣他们 我们也为我们 在上执政的来祝福 弟兄姐妹 这是神教导我们的 在上有权柄的 我们为他们来祝福 让他们有平安 有智慧 来祝福整个国家 我相信 神要有恩慈 令我们悔改 令众人悔改 这是在恩典的时代 神要施行的 可是保罗谈到 我不指望那些有名望的 我的依靠是来自于 他 哈利路亚 不要再责怪人 无论是家人 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人 教会的弟兄姐妹 同工 或者牧者 不要责怪任何人 我们学习 单单连接于他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神要来告诉我们 两个方面 第一 他要修复你的睡眠 当我们拿起饼盒杯的时候 记得每一天 为自己的睡眠祷告 因为你要进入一个 正确的循环 听信福音 很好的安息 很好的睡眠 哈利路亚 然后更好的领受 更好的安息 更好的睡眠 在这个正确的循环里面 神要从睡眠 这个路口开始介入 你生命中 每个部分开始恢复 你试试看 我真的相信这是当下的话语 当你的睡眠 经历到神的恢复 你发现你生命中 其他很多的方面 都开始被神恢复 就从睡眠开始 为自己的睡眠来领受 哈利路亚 如果可以的话 牧师真的再次鼓励你 记得晚上入睡的时候 可以聆听神的话语 哈利路亚 第二个方面 我相信神也是 要来鼓励我们 相信当我们安息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大的收成 我们不增进 不斗争 不比较 我可以承受别人看不起我 我可以承受 为基督的缘故 受羞辱 受凌辱 受极难 但是我知道 这些都是可喜乐的 因为神的恩典 在我的软肉上显得完全 我可以接受 暂时有黑暗的时期 暂时有艰难的阶段 可是我知道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 在这个艰难的阶段 我的心更多地来经历它 当神带领我出来的时候 你我都会飞得更高 接受这些局面 不再奉奔不平 不再问为什么 我只有说 主要我感谢你 你的恩典是充足的 是够我用的 你就会看见 当你在被神预备 预备预备之后 哈利路亚 神把更大的平台给你 把更多的资源连接于你 在你跟神亲密连接的过程中 神把你预备成为一个 让祂放心的 合用的器皿 什么是合用的器皿 安息的器皿 天父我向你信赏感恩 主啊 我祷告 你的恩 你的爱 深深的充满 每一个正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祷告 就在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每一位的睡眠 都要经历到荣耀的恢复 因为你爱我们 你不甘心在我们的生命中 任何一个方面是被偷窃的 是被瑕疵的 主啊 就从我们的睡眠 这个方面开始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开始恢复到 有高品质的睡眠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也相信 你要带领帮助我们中间 很多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卸下自己的供应 我们会看见 有三倍的供应 三倍的这个祝福 是要临到我们生命中的 主啊 我们不看眼前所失去的 我们相信 你的恩典 早已更充足的预备了 我卸下来 主耶稣 我知道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 主啊 我们给你领受 哈利路亚 我们给你领受 祝福我每一个宝贵的弟兄姐妹 龙上加龙 我如此的祷告感恩 奉耶稣 得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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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